欢迎来到小韩书故事 小韩带来偷偷藏不住翻案 第103集 哥哥要让着妹妹 桑妍要跟桑志反目 小穆桑两周岁 离平张乐着一家人聚聚 热闹下 桑妍 温乙凡带着三岁的桑妍 自然也要参加 两人买了一堆玩具送给小穆桑 小家伙开心得不得了 甜甜地说了声 谢谢舅舅 谢谢舅妈 穆桑和桑妍 很快在玩具区开始玩开了 插玩具玩得不亦乐乎 离婷招呼大家吃水果 饭菜一会就好 你们先做会 回头就和桑龙扎进了厨房 桑妍和段家许主动过去帮忙 还被赶出来了 你们难得回家 就享受下爸妈的手艺 等着吃就行了 桑志亲热地拉着温乙凡聊天 聊起小孩一些好玩的事情 交流育儿经验 桑妍已经上幼儿园了 适应得还不错 桑志顺便也了解下幼儿园的情况 为穆桑明年上幼儿园做准备 早上基本是桑妍或者温乙凡送到幼儿园 下午谁有空就谁接 都走不开的时候就会叫离平帮忙接 幸亏爸妈还能帮我们接下孩子 等我们下班了再接回去 你知道我那个工作忙起来没个准 有时候加班到很晚 有时候都忘记家里还有个娃 也只有自己父母 才能这么放心 温乙凡感慨道 让我搁接啊 他那么闲 阿言下班后 有时候要去酒吧 也不方便带娃 不去酒吧的时候 就是他带 桑妍和段嘉许两人也在一旁聊天 兄弟 你很久没来酒吧了 前妃今晚说要过来 约了你几次 你去不去 今天穆桑生日 要陪小孩啊 我们家小公主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有多年人 哎呀呀 段嘉许 我妹一个人就把你压得死死的 现在又来一个 我真的受不了你 男人也要有点自己的空间 不要整天围着女人转 桑妍翻白眼 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觉得挺好的 我乐意 段嘉许倩倩地说 还一脸得意 玩具区传了一阵争吵 打闹 声音越来越大 是我的 你不能跟我抢 是我爸买的 我为什么不能玩 是送给我的礼物 就是我的 你要经过我的同意 段嘉许凑过去瞄了一眼 小穆桑和桑爷两人 都抱着一个变形金刚不撒手 争执不下 别看小穆桑年纪小 力气一点不小 段嘉许从小没有兄弟姐妹 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好像偏袒谁都不是 于是在一旁观看 看看两个小朋友会怎么处理矛盾 桑爷也没说话 桑志和威以凡听到动静 过去劝解 穆桑 玩具要一起分享 拆开和哥哥一起玩呀 阿爷 这些玩具都是送给妹妹的 你要经过妹妹同意哦 在厨房忙碌的黎婷 听到动静冲过来 不由分说 把玩具抢过来 放在小穆桑手里 好了好了 哥哥要让着妹妹啊 不要欺负妹妹 说完又跑到厨房了 锅里还炖着肉 本来无所谓的桑颜 听到这句话 突然就黑眼生气了 瞪了一眼桑志 这句话 似曾相识 不知道听过多少遍 凭什么我小时候 要无条件让着妹妹 如今我儿子还要继续 让着妹妹的女儿 桑颜转身就拉着桑也 进了自己房间 半天没出来 威以凡也进去了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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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